I WANNA TAKE YOU TO A PLEASE NOT VERIFY MY LEADER 說起張翰的緋文《前女友》 我想應該是很清楚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簡直就是多到數不清了 張翰有著在線的顏值 理想中的霸道總裁人社 在之前錄製節目的時候 張翰玩真心話大冒險 就被劉濤問到有多少個女朋友時 張翰也毫不避諱地說到五位 雖然猛地聽起來有點多 但是大家還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但在之後劉濤再問到 五任女友中有沒有懷孕呢 張翰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正面的回應 只是說了一句自己想要的孩子 張翰的花編新聞向來不少 這與他在媒體前十分高調毫不遮嚴有很大的關係 而他這五個女友中 想必最受大家關注的就是鄭爽和鼓勵娜渣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是當年在拍攝流星雨的時候 他和女主產生了感情 而這個人就是鄭爽 兩個人相當的甜蜜 經過了五年時間也鬧起了分手 後來網絡上的說法也有很多 有的人說是因為鄭爽整容了兩個人才開始分手 還有的人說他們性格不合 兩人分手後 鄭爽還抱受了很多金 一瞬間自信心跌落了鼓底 也許是網友認為鄭爽是個非常單純的女生吧 網友都把給張翰貼上了壞男人的標籤 就在張翰和鼓勵娜渣宣布戀愛時 人們也是懷疑是不是張翰已經在和鄭爽的感情中出的鬼 其實這段感情一直就被網友們唱衰 雖然二人經常在個人微博上善恩愛 還多次拍到去酒店開房 還有一度有傳聞要結婚 張翰從不避諱各種媒體 雖然大家當時都以為這段愛情能走到最後 沒想到的是又趕上了明星分手期 兩個人也結束了這段戀情 那個時候網友們對張翰的感覺非常的不好 甚至那扎也被連帶著一起背黑 他倆分手時網友又猜測是不是張翰又有新女朋友了才拋棄那扎的 張翰雖然演技再現不過飛文中的扎男形象卻目以成舟 很難洗白 在和鼓勵那扎五年感情又分手後 張翰專心在娛樂圈打拼 在未公佈一個正式女友 雖然飛文不少 但也沒再認真認性地公佈過哪個女生了 比如合作過的陳喬恩和張君寧等 但是劇情並沒有向大家喜歡的劇情發展 想必張翰也是在感情中受傷需要時間治癒吧 或是現實媒體之間的炒作也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現在娛樂圈又掀起了另外一種流行 那就是直接跳過宣布戀愛 直接官宣結婚 趙麗穎的這一番操作也是震驚了很多人的雙眼 也瞬間帶起了一股官宣潮流 而分手這麼久的張翰也趕上了這波潮流 在微博玩起了官宣題 佩文稱今日李政 祝福彭先生 謝謝大家發完之後還不忘艾特的剛剛失戀的炭青子 而粉絲朋友都知道最近張翰和炭青子在合作電視劇《如若巴黎不快樂》 這部劇講述的技術彭先生和小漫畫的愛情故事 如果看青子這次與張翰合作 能夠形成新的螢幕CP也是非常不錯的 張翰發博後 看青子很快給張翰評論稱 彭先生 請記住這個日子 紀念日 瞬間被網友抓上了熱搜 很多網友表示 這件事沒有這麼簡單 更不像是在宣傳新戲 剛剛失戀的看青遇到了大大總裁張翰 難道二人因戲生情?你怎麼看?